台北上五万里晴空 气温逐步攀升 看似稳定的天气 可能很快又有变化 位在菲律宾东方的低压 不断增强 预估22号晚间到23号礼拜天的清晨 有机会形成今年第八号台风 巴威 行径大概是沿着太平洋高的西侧 逐渐的向北 台湾的东方海面之后 再沿着琉球群岛 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 通过台湾东方外海北上的时候 这段过程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气象专家预估巴威未来的可能路径 22号深夜到23号的清晨 会通过宫古岛和纳巴之间 在26号有机会登陆韩国 整体来说从周末开始持续到下周 台湾天气相对不稳定 巴威也有机会挑战 成为今年最强台 水气的供应的条件 对它来说其实都还蛮好的 所以模式对它的预报上来看 强度的确是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那因为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台风的强度 普遍都没有很强 低压逐步靠近台湾海面 各地温度还是居高不下 气象局对双北桃园和金门 发布橙色灯号高温警讯 周末过后天气即将有变化 等到下周低压远离 风场转为西南风 也会为西半部地区带来雨势 记者黄天耀 李婉婷 台北报道